韓國昌黃委員發言 下一個問題看秘書長 還是全序部的州部長 要回答都可以 我們在公務部門 出現兩個嚴重的情況 一個是勞役不均 一個是烤雞失靈 什麼叫勞役不均 我們看到過去這幾個月 我們有很多非常辛苦的公務人員 做到過勞死 人力工作上面的負擔非常的重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我們又看到有一些公務人員 上班的時候在打混 在摸魚 甚至有些在養魚的 真的在養魚的 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現在目前在我們整個勞役不均 的情況下面 我們的烤雞制度 是真的有辦法反映 他們工作認真的程度跟工作表現嗎 還是都輪流打一等 誰要回答 誰要回答 黃文好 這個勞役不均的狀況啊 各個機關不一樣啦 各個機關不能夠一概而論 但是呢 如果有這種狀況 我們知道我們也都會 那還要你們知道啊 我現在就比較直接問的啦 就烤雞制度 說要改革推到現在 到底改了什麼 今年的3月13號 上一次的那個立法院會起的時候 有請考試院全序部這裡 你考機的這個修改方案 那3月13號我們有新聞給立法院 4月21號也交付司法法治委員會 那目前 去年到今年度啊 因為全序部啊 都在忙著連改的事情啊 所以這個連改 他們現在在修正執法和細則之後呢 就會來處理考機這一塊 剛才周部長也有答應 在明年初的時候 明年初才會提得出來 會把這個案子 來喔 在你們提出來以前 我們先看看過去發生的狀況 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的時候 那時候新政府出來 想要大刀拓斧的改革 結果那個時候呢 考機法沒有改 但是全序部呢 跟人事行政局得到的結論是說 還沒有完成修法以前 考列甲等的人數比例 先以50%為原則 最高不會超過75% 實際運作的狀況啊 是什麼 實際運作的狀況啊 這是從2006年到2015年 我們 公務人員考假 考椅 考餅 的比例 最高50%當原則 但是不要超過75% 可是現在呢 僵化的程度是 年年假等 全部都是75%的比例 這個現象 考試員不會今天才知道吧 你們每年喔 考試委員 花了納稅人大把的銀子 去考察各國人事制度 全是全序制度 你到底改了什麼東西啊 去年我本來就要把這些預算 全部都刪掉 讓你們這些考試委員 出國度假善心 帶著公務員幫忙提皮包 回來幫忙寫報告 改了十幾年啊 這還是我們的考基制度啊 秘書長跟部長 你們自己跟全國的公委員講 目前我國的考基制度公平嗎 大聲的 把你們的答案 告訴大家 我們目前的考基制度公平嗎 秘書長你認為公不公平 不敢回答 公不公平 看看你怎麼來界定這件事情 好 從什麼樣的角度來界定這件事 所謂公不公平就是表現好的認真的 工作績效好的 應該要得到比較好的考基嘛 而不是那些會拍馬 拍長官馬屁會抱大腿的人得到比較好的考基嘛 那你還有什麼其他的角度 秘書長你覺得我們現在的考基制度公不公平 我說看你從什麼角度來 對嘛 那你告訴大家你的角度是什麼嘛 我們基本上都是中和民主 然後以實政主義的這個態度來處理 好 實政主義的態度 你等一下我再回來問你 來 請問部長 你覺得現在的考基制度公不公平 我想現在的考基制度 都是要經過考基委員會 所以很公平 我想大致上 如果很公平就不用改啦 展現一點改革的魄力給國人看 不要像以前的舊官僚一樣啦 改的部分是制度的部分 但是這實際的運作 我想 現在實際的運作公不公平 你先回答我這個問題就好了 你如果連 有沒有發生問題 問題在哪裡都沒有掌握 你如何此言你要推動改革 如果你現在認為很公平沒有問題 那就不要改啦 所以我才第一步請教你們嘛 你們有沒有sense到問題的存在 以及問題在哪裡 你覺得現在的制度公不公平 制度當然要改 但是實際的運作我想 現在實際的運作是公平的嗎 我相信 各個機關的考基委員會 還有最後由首長來核定的時候 是公平的 對 都是跟 好 來 解釋一下下面的現象 這個是我們檢認 建認跟委任 不同官等的人 考假等 乙等 秉等 秉等的比例 我們檢認的高官 假等的比例是93 證認只有77 委任慘到只有67 這個是用75的baseline喔 我們剛剛已經先建立了喔 每年的考基制度僵化 假等的全部都是75% 跟2001年宣示的改革目標 說以50為原則 我們調到最到75% 結果僵化成變成全部都75% 來 我們再看不同的官等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系統性的 我們檢認的高官 表現的都特別好 所以假等的比例 高出建認的 高出委任的這麼多 那我們委任的這些基層的人員啊 一天到晚都在混 所以假等的比例會比較低 部長您覺得 這個實證的結果 剛剛秘書也講實證嘛 那我們就來看實證啊 這個是高官在欺負基層人員 還是系統性的 我國的基層人員本來就比較差 所以給他們假等的比例比較低 剛好而已 請說明 我想一等不代表他工作 績效各方面都不代表 但是系統性的出來結果是這樣 你要跟我解釋啊 一等也是表現也是良好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只要假意加起來差不多就好了 那你為什麼不把假等的給委任 你現在平等的只有0.3% 你如果今天你在立法院給大家的答案 反正不管你是委任 見任 檢認 假等加以等加起來差不多 那就是在欺騙社會 真的眼睛說瞎話 這個pattern還不夠清楚 這個是中央喔 我接下來給你看地方 一模一樣 檢認 假等 96% 見任只有78% 我現在剩下68% 這個不是高官在欺負基層人員 這個是什麼 我想高階人員他 他的職責程度 還有工作表現過面 會比較好就對了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對 因為這是由 考基委員會還有首長來評斷 部長對不起啊 我無法苟同 我無法苟同你這樣的解釋 全國基層的公務人員 看了這個結果 我只有跟你講兩個字啊 叫做辛寒 叫做辛寒 2000年新政府要大力拖動改革的時候 今天在座的蔡中貞 蔡部長 也參與過一個研究計畫 就考基制度要如何改革 洋洋灑灑的 寫了厚厚的一本 我全部都拜讀了 結果呢 你們花錢搞研究計畫 說要推動改革 推動到2017年的今天 不僅是死水一灘啊 而且是高官欺負基層啊 這樣子的考基制度 你們還敢 在國會裡面自豪的說 除了制度以外 在實際的運作上面是很OK的 部長 我再說一次 我無法苟同 我無法苟同 我等你們的法案 我希望 你們 就有關於考基法的改革法案 趕快送到立法院來 全國的公務人員 我們希望 表現好認真的努力的 給他優等 給他特優 我都贊成 而不是這種搞 這不是齊頭式的平等 這個是刑事的平等 然後高官去欺負基層的人 這種腐敗的考基制度 一定要改革 好 好 感谢观看